你还记得这位非常嚣张的男子 是上个星期他在新北市中和 涉嫌偷看槟榔西纸底裤 还偷走了现金的嫌犯 经过报道之后呢 引起了社会踏伐 警方也开始寻找他的下落 而经过调查之后 发现这名男子不但偷看女生底裤 甚至涉嫌偷金饰还偷手机 警方也终于将他逮捕到岸 为什么要偷看槟榔西纸的内裤 你是偷快跑 你为什么偷看你的内裤啊 身材瘦肉被带出警局时 把头埋在外套里不发一语 这和之前他大胆偷窥的 嚣张态度差很多 就是这个夸张动作 紧贴小姐臀部偷窥群底风光 看完竟然还问你没穿内裤哦 行径非常变态 说明当中呢他也承认了 他前几天在中和啊 某个槟榔摊 也偷了槟榔摊的这个零钱 那也涉及了这个社会法偷窥啊 这位槟榔小姐的这个群体 风光的这个案件 偷窥完立刻逃之夭夭 不过逃亡的这几天他也没闲着 来到台北市大安区一间金饰店 洋装奥凯 让店员忙得晕头转向 再趁机摸走一条金链 类似手法也在其他店家 偷走两只智慧手机 38岁料姓嫌犯到案后公称 在槟榔摊偷窥 是因为不满小姐服务态度不佳 不过他大概没想到 自己变态偷看的行为 全被拍得一清二楚 现在成为大家茶余饭后 取笑的对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